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台湾高雄是扣建生产产业聚落的集中地 新成立的高雄展览馆 特别在14、15号两天举办了台湾国际扣建展览会 吸引了350家扣建厂商报名参展 估计还会有2000多位海外买家前来 请剪彩 在罗斯工会理事长跟官员的共同剪彩下 为国际扣建展展开序幕 欢迎国际扣建展 扣建业在我们台湾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产业 我们扣建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去 特别是在欧美国家都很有竞争力 透过类似今天的展览会 能够让我们的扣建业能更为发达 在全世界来更具它的竞争力 2012年台湾扣建出口值达到38亿美元 出口量达到138万公噸 并吸引国外买主人数1600人 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扣建出口国 我们这个展我们是自己定位在 罗斯的精品展 我们要改变很多人的印象 台湾的人目前已经可以制造 非常非常多的罗斯 也制造非常精密 也非常强度高的种种都已经可以说 进入了这个国际水准 台湾扣建就成销售海外 这次扣建展共吸引了超过2000位国外买家前来 其中有不少是意大利 德国跟日本等重量级买家 预估为台湾扣建产业带来3.8亿美金的经济效益 新唐人雅带电视 明宏观张博顺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长博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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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在每年的目级 Pose顺顺顺顺顺顺顺炬